欢迎来到全哥网站 我是全哥 在这部影片会教大家这个Bluhose 个人资料 我们要如何去修改 然后位置在哪里 那包括能够改些什么 那我来带着大家充一下 那我们就开始啰 另外 如果你还没有网站的话 下面描述栏有教学连结 可以免费学习自驾网站 我们也有提供网页设计 和网路行销服务 可输入这串网址 点击搜寻喔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呢 如果你想在Bluhose上更改自己的会员资料 要从哪边进入修改呢 你可以点选右上角 它有个icon 你选这个profile 进来之后呢 这边就可以更改你的资讯 那像是你可以更改 比如说email 要不要收到他的电子报通知 要就打勾 不要就移除 这样就好了 那这边呢可以更改你的这个联络资讯 这样子 那这边呢有账单的部分 那账单的部分的话呢 这边是 一样 你的个人资讯 那右手边呢 是如果你信用卡的部分 你想要更换 你就这边输入完之后呢 点更新 这样就可以了 这边就是更改你信用卡的地方 那下面呢 有一些你过往的消费记录 它都把你列出来 你也可以下载这个 收据 有个PDF的形式这样子 那这边有个 myproducts 就是你所购买的商品 像目前的话 我就是购买一台 Plus方案的主机 它也告诉我这个 到期日期是什么时候 那如果呢 你快到期的时候呢 就进行这个续约 Plus方案啊 应该是说 它的主机啦 你也可以开启这个自动续约 如果你是担心你会忘记这样子 你去做个自动续约就可以了 那这边有一个domains 就是你在bluehost上的 购买的网域 那也会告诉你什么时候会到期 费用多少等等 那目前的话是这个三个会比较常用到 那我也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 那今天呢 这个bluehost会原专区相关的修改教学 也教会大家啦 如果这篇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也帮我按个赞 那也可以订阅选歌网站呢 学习更多网站架设相关的资讯哦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 大家拜拜 拜拜